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770集的播出 星期五的晚上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婆罗浮屠的矗粒 这一次于师尊文集写给大帝 我们齐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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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波塔儿去波波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戏 在大地的丛林之中 这就是菩萨无情意 一阵天香飘坠下来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树 配合了过南南的旧雨 本身也离 细尽也藏许 洒去无心爱去 遍地是否 遍地尽头 在过落佛土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这首歌 波罗浮屠的处理 再次于师尊文集写给大帝 至于你还有什么意义 要这波塔儿去波波而去波波 不要以为这只一场戏 在大帝的丛林之中 这就是菩萨无尽意 一尘铁箱飘吹下来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速 配合了过南南的朝雨 奔旋也底 洗净月葬去 扫起青苔去 遍地是否遍地净土 在菩萨瀑土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洗净月葬去 扫起青苔去 遍地是否遍地净土 在菩萨瀑土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邀请网路的同门 绕着菩萨尔寻佛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场戏 这就是菩萨无尽意 一阵天想飘吹下来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速 配合了过南南的朝雨 在菩萨尔寻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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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起青苔去 在沛岁寻佛 遍地是否遍地盡土 在菩萨瀑土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很有印尼味道的歌曲 对不对 绕着波塔尔寻佛 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场戏 在大地的葱里 之中这就是菩萨无尽的意义 一阵天想飘吹下海 还以为是满天的雨宿 配合了我难乱的朝雨 和云旋夜里 洗净月藏区 扫起青苔区 遍地时光遍地净土 在菩萨无尽之上 你还有什么意义 洗净月藏区 扫起青苔区 遍地时光遍地净土 在菩萨无尽之上 是星期五的晚上端午节的隔一天 明天你们又要放假了 对不对 不过台湾是有连续的周休假日 好像放假三四天的样子 好 我们来看看现场哪些童谣上来了 哇 这个拉萨了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这首歌真好听 充满了感情 让人家不禁想起师尊 就在眼前 哇 谢谢 师尊 师母很喜欢这首歌 梁文琦 陈琳琳 Jocelyn Dun Joy Ling 你好 罗丽华 曾雅珍 王传义 张灯云 父妈妈 红豆昌 Ellin Sen Jong Kim Jong 幽梅来 王国会的功课 邵敏 陈琳珍 丹麦莫 徐悦英 曼光令 曼洛特斯的功课 丹丹丁 Jocelyn 南马 Kalibrana 怡保俊雄 淡地带 兵葬芝加哥 今天有一条 等一下会报告有个芝加哥 就是伊利诺州的新闻 Alan Wong 阿Ben Lin Henry Charles Steve Day Yoh Ann Liu 季珍 Shirley Ling 余振宏 余振宏也上来了 林子盈 很喜欢这首歌《佛罗浮图的处理》 季珍 余振宏 余振宏帮我问候台南高雄的同盟 Jocelyn Dun 佛歌很好听 以心亮亮 一边做功课 一边听 好 很棒 还有 Amy Young 其他同盟 就慢慢上来了 这个神 夫居见 对不对 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盟的留言 大孟妹说 所有的烦恼 都是让我们提早觉悟的 昨天在《活活之歌》介绍师尊的开示 师尊讲烦恼就是佛 没有烦恼就没办法修行成佛的 所以同盟写 所有的烦恼都是让我们提早觉悟的 感恩师尊 时时刻刻在教导弟子 让弟子们觉悟的 赵明说 烦恼无尽事愿断 可是每天的烦恼事情还是断不了 这个烦恼解决又有一个 也就是看成修行的考验 所以如果你觉得日常生活烦恼一直来的时候 其实是帮你消业障 非得要这个烦恼才能够让你消业障 大家一起加油 互相鼓励 当莫莉说 香港的分堂也开放同修 但是要戴口罩量体温 搓消毒液才能入内 甘露海 帮我问候香港的同盟 Susan John 没有烦恼跟考验是没办法修行的 Richard G 师尊无所不在 知道弟子的心意 如果遇到困难 不要轻易的退失道心 要跟师尊祷告 依照烦恼去修 才能够见证到佛性 Lisa Lin 感恩师尊大家持 还有这个感恩会计上司 自于于她的开示 自在放下大乐佛性 Lisa Lin 想要从烦恼跟痛苦中得到解脱 就需要闪断无常及尘世 修行佛法要能够摆脱世界的纠缠 寻求超然的状态 肝封利 汽水不要喝太多 昨天介绍到有一个人 因为新冠肺炎 所以买不到平常爱喝的汽水 后来把这个喝汽水的习惯 喝可乐的习惯改掉了 有烦恼才会修行 断除这个障碍求诸离火灾 Julia John 上次说的对 如果每天都修法 就会觉得世尊离我们很近 寄真 烦恼一来 修一谈法就会平静下来 大家都很有心得 Lisa John 佛说烦恼其事菩提 这个就是昨天 昨天的这个活佛之歌介绍 很多人都非常的法喜充满 对不对 我们世尊的开示真的是自自足迹 好 来跟大家报告新闻 新闻报告在哪里 很多人就是说要移民到美国 那现在移民到美国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变成移民到美国也会限缩 所以现在申请好像说 政治庇护来到美国来政治庇护 来移民来拘留 现在都是限缩的状态 所以不断限缩移民政策的 这个政府再度的获得重大的胜利 最高法院在6月25号才一定 向美国政府申请庇护 却遭到国会的外国人 无权力在向联邦法院提出 避免递解出境的陈情 也就是你已经没办法在 跟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申请了 还有什么人口众多的 现在美国的疫情 最近一直在反扑了 人口众多的加州 德州 佛罗里达州 近来都是新冠肺炎 一直确诊在急速的增加当中 那专家预测下一个 跟巴西一样多的人 是在美国的哪一州呢 既然是在Houston Houston Houston 有我们的到场 Houston 的 这个贝勒 College of Medicine 就是贝勒医学院 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 那个叫做Peter Hort 霍特斯接受美国有线电视CNN的访问 他讲到以休斯顿目前这个疫情来看 如果还没办法得到控制 根据推算 Houston 将是美国下一个 新冠肺炎确诊重灾区 这个几乎会跟巴西一样的严重 这个就是让大家注意的 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的确一直在攀升 并不是因为他们讲说大量筛减 是平常就已经在筛减了 可是换的人数因为复工 所以人数越来越多了 可是大部分的美国人已经不愿意再关起来 所以各个州的州长都很紧张 所以越来越多人担心太早复工 导致第二波的疫情会再感染 所以德州 德州的州长已经增加了5000个确诊 州长一直呼吁大家 待在家不要再出来了 大家已经不愿意关 但是不愿意关的话 自己的自治力也是要很强 所以德州在六月二十三号 已经这个病例确诊 招单一的 我看新增5000个 5000例确诊病例 创下新高 州长叫做艾伯特 呼吁民众要待在家 并告诉地方 官员户外集会的上限 不要超过100人 开始又在限制集会的人数了 缅因州的官员取消了7月1日起 酒吧内可以恢复内用的计划 现在也开始又要限制了 堪萨斯州的州长 说这个州还没有准备好放宽限制 爱达河州近几个礼拜 疫情也是大爆发 酒吧闭门再度禁止50人的集会 美国超过一半的国土 地区单日新增 病例竟然是卷土重来 临近城市跟州对于是否重新恢复限制 或者继续复工 讨论分析 有的说关 有的说不要关 讨论都不是达成一致的 那哈佛大学公共卫生 那个学院流行病学家米娜 他指出美国大众 几乎没有意愿再走回头路了 这个是大家都希望自由 对不对 那随着许多允许这个酒吧商店餐馆 重新营业的 那这些州 就美国的这些州 年轻人罹患 新冠肺炎的人 越来越多 并不是老年人 是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才会喜欢往外跑 可是年轻人如果罹患 新冠肺炎的话 如果带回家 然后也会感染他们家里的老年人 年长的人 因为他们年长的人 毕竟抵抗力比较弱 年轻人抵抗力比较强 可是他们一直往外跑 也会一直感染 所以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危险的现象 全国每10个确诊死亡案里面 就有8个是65岁的老年人了 所以这个老年人他们现在也是很担心的 佛洛里达州的疫情继续升高 那这个好像美国西南部 南部西南部的比较严重 那这个佛洛里达州卫生厅在6月24号公布 新增5500多个确诊案例 整个州 确诊达到10万9014人 光一个州 就越来越多 但是他们没有打算要关闭 因为佛洛里达州有个什么 迪斯奈乐园 那这个他们的员工 老板不紧张 员工很紧张 员工7000个员工联名 一起签名 祈求老板不要开放 他们不敢来上班 提醒联名在网络上请愿 要求延后原定下个月开放的时间 本来他们7月份要开放的 员工联名请愿 再延迟 这个是对的 芝加哥的新闻 西加哥华复 就是这个芝加哥华人的地方 在6月26号开始 将有条件要开放户外用餐的室内用餐区 有条件开放室内用餐区 同时也获准加入市府让路计划 推出户外用餐的 这个餐厅也可以在外面用餐 餐厅的外围这样子用餐 这个包括是在芝加哥的China Town 除华复广场布道之外 其他包括天下围公牌楼下的永活街 社卖路亚洲街等街道范围的商家 都可以超优惠的价格 取得市府户外座位 营业许可 商圈可以有多家餐馆响应 就是鼓励大家能够多多在户外用餐 避免说在户内的群聚感染 这个更应跟大家讲一个消息 威力财很厉害 可是这个人发财不是重威力财 他是挖到 挖到宝石 一个重9公斤多 一个重5公斤多 那一个国家坦上尼亚 坦上尼亚的52岁的矿工叫莱泽尔 上周在曼雅拉 挖到坦上尼亚这个国家里面 史上最大的两块坦上尼亚的宝石 坦上石 结果卖给矿业部后 现赚340万美金 340万美金是不是几亿台币 数学好的计算 一夜之中就变成了富翁 BBC报道坦上尼亚 坦上尼亚的石头 是在北部出产在曼雅拉 主要是制作饰品 是地球上最稀有的宝石之一 有红的绿的紫的蓝的 一名当地地质学家估计 未来二十年内坦上尼亚 可能会被挖完 挖到矿石的人 意外挖到一个9.2公斤 一个5.8公斤 好像挖到大钻石一样 于是挖到了 赶快去拍卖 赚进了340万美金 所以挖到这个钱 他由这个人来折耳 四个太太 四个太太 超过三十个小孩 打算宅头牛来庆祝 5B计划在曼雅拉进行投资 他表示想要建造购物中心跟学校 那附近有很多穷人 负担不起的 这个孩童的上学费用 还是有想要行善慈善的 好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的消息 还有昨天不是端午节 那这个很多人都很感谢这个端午节 这是一个笑话 不过那个屈原在当初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 他的那个处词 他的师父真的是写得很棒 那那个因为这个不受到国王的重用 所以就投到那个秘罗江 但是呢 这个事件却引起了这个 我们世世代代的纪念 对不对 那那个在中国哪里啊 纪念屈原啊 四川西昌有一个41岁的男子 穿着这个汉服 连续四年也是效法屈原去投江 不过这个人有练过的 他要纪念屈原 每次穿着衣服都不无恙 引起相关的那个争议 有的人说他华仲取宠 表示说他可能是要表现的 但是他说不是 他是想纪念这个屈原啊 然后这是很有趣的新闻 还有这个端午节期间很多人吃粽子 这种子是糯米性的 到现在还没吃过 还没有吃到今年的粽子 那专家讲这个是比较糯米的很难消化 而且这个糯米也会引起这个血糖的震荡 所以呢 我们建议吃了粽子 也要吃一下凤梨 或者奇异果 一些帮忙这个肠胃蠕动的水果 然后酵素来把它分解 多吃蔬果 所以呢 这个糯米性的东西不要吃太多 要吃的话呢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定要多吃蔬果了 哇 再来就是那个巴西的新冠肺炎 非常的严重 现在他们的总统 居然也讲说自己好像也有得到新冠肺炎 然后呢 接下来的有没有重 这个还要进一步检测才会知道的 哇 还有这个新冠肺炎在 除了在美国 欧洲也是 世界卫生组织在6月20号警告 欧洲有30个国家在结晶后病例大幅增加 美国有30个州 你看超过一半 出现疫情的反弹 那这个呢 欧洲的国家 反弹的国家 瑞典 北马其顿 乌克兰 阿尔巴尼亚 科索沃等等 克鲁格 这个人是谁 世卫组织的 这个欧洲区域的负责人 他就讲 如果不赶快及时的控制 这样可能是欧洲的公共卫生 公卫医疗系统再次的濒临崩溃 所以那时候4月份 你看欧洲有多少医院已经大爆满了 变成医疗人员 看到送来的病人要判说这个人可以生还是 这个人要不要救 因为床位已经不够了 医疗系统也不够了 所以他们欧洲的世卫组织 再次的呼吁各国 赶快去想办法阻止这个疫情的蔓延了 这个事个比较难过的消息了 还有一个印度的 你有没有听过被雷打死的一次有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新闻 发生在那里 印度一天之内83个人遭到天雷 你说天打雷批 真的有天打雷批 一天之内被打了83人上升 印度官员甚至深感不安 在印度比哈尔邦昨天遭到雷电袭击 有83个人上升 印度的总理莫迪也发twitter致哀 当地行政官员更直接的讲 对这个死亡事件非常的不安 这个也不是瘟疫 这个是天灾 然后就被这样子天雷打死 你想说这个人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被天雷打死 哇居然不是只有今年 你看根据印度官方统计 2017年有2885人 因为雷级死亡 2018年有2357人 为什么印度每年都有这么多人被雷级而死 那这个雷级意外的上升者 这是死亡的人 因为是大部分是农夫 农夫怎么会被雷打死 因为当地农民都在这个季风 季风的季节 那个播种 那受到雨水灌溉 季风季节常常伴随着雷雨的天气 而在空旷田地中工作的农夫 就大大提高了自己遭到雷级的风险 所以人民生活得很苦 然后不得不工作的季节 又是暴露在危险的地方 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报告 真的是非常的无赖 看看透门 小雪奇 Kavin Ong 你好 所以你们要照顾肠胃的问题 如果你的肠胃是到中年以上肠胃 蠕动比较慢 还是要多吃水果 但是水果也不能吃太多 因为也会太甜 所以饮食方面要均衡 有时候要喝一下益生菌 或者优格 来调整 帮助你的肠胃蠕动 好 再来是谁 Lisa Jan Diamond的功课 林秀英 Margaret Cho Yomela的功课 亮广莲花 亮金蟬 林秀英 富士景思杰 Marginima 陈振峰 富居健的功课 甘峰立 9月西雅图秋季法会 真的祈求瘟疫早退 今年9月秋季法会已经公布了吗 好像还没有看到 亮广莲花 Marginima 吴秀吉 Lo Hui Wan 好多人已经留言了 张树珠 还有Moon Lee 一拉下去好多人的留言 曾经发 Julia John Sky Min 吴秀吉 Jaxson Jaxson Jaxson好久不见了 陈灵征 姊珍 还有痞心爱国的人 通常都会被黑得很惨 被哀 对啊 那怎么办 这个清者自清 吴秀吉 又甘峰立 还是要好好的活了 甘露海 菩提本无数何处的尘埃 烦恼是菩提六祖会能大师的几句 各自去体悟了 其他的人因为时间的关系 如果漏掉念你的名字 同德的欢迎你 我们赶快介绍 神算有够准 下一篇要讲感应连连 那在这个文集 刚开始有一篇文章讲到说 有一对父母因为八岁的孩子死了 然后帮他报名 之前是有连者 记者的者 连者像是主坛的父母 然后这位孩子的爸爸姓高 高低的高 然后在半睡半醒中看到师尊 放了红色的莲花来接引他八岁的孩子 然后冉冉上身 本来这个故事已经完了吗 对不对 后来这个爸爸还在半睡半醒中看到师尊 对他讲说 哇在哪一年 那个有个秋季法会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好像是八月二十几号 对不对 来西雅图 后来真的八月二十几号 师尊就来西 这个爸爸 高师兄 他们这一家人就去西雅图 真的见到了师尊 后来他们写了一封信来报告师尊 他说亲爱的师尊您好 这次西雅图之行 真是感到无比的殊胜 千言万语也难表达 自己这个心中的那种感恩了 回想过去这六个月来的人生的变化 真是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我们家是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 然后到了这 遇到了这么多的感应 然后才这个皈依师尊 也透过这个 那个当时联遇法师 那时候是法师的访问 把这些诸多的感应 就是把它写下来 那因为这个自己往生的 八岁的孩子的乖巧 是身为父母的我们 就是说会贪于执着 说为什么就是只有这八年 这小孩子为什么只活到八岁 就走了就往生了 到底前世是什么因缘 造成如此短暂的相伴 未来是又如何希望师尊能够慈悲 解开弟子夫妇心中的疑惑 所以师尊为了要度这一家人 所以就接下来的文章 令你觉得有点汗毛直肃 因为觉得非常的惊讶 很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孩子只活八岁 然后就离父母而去 好 那这位姓高的师兄写了姓 师尊就回答了 原来在过去是这位高师兄夫妇 归依了一位有修行 有证悟的金刚上师 他们发愿要供养这位金刚上师 一直到老 然而这个愿望有八年的时光 因为其他的因素而没有做到 在这一世 这一位德政的金刚上师 就转世成他的儿子 然后成了他们家里面最疼爱的儿子 受夫妻供养了 八年而后就回到天上聚了 居然是这种姻缘 所以发了愿一定要做到就这样 这个就是八年受供的因缘 我记得师尊的文集 有讲到说 这个有对夫妻 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也不错 可是为什么呆呆的 好像全身都软骨病 全身都软软 也不能讲话 然后都是这样子呆呆的 原来是天神转世的 也是为了要了这一世父母的心愿 这个父母过去也是跟天神有某个约定跟缘分 那这是接下来受供养 所以万一生下的孩子好像有残缺什么 也不要太难过 可能会有某种的因缘跟因素 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因果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只有师尊能够认识 直到说这个八岁的小孩子 为什么就是这么早就往生的因缘了 八年受供的因缘 所以这个八岁的小孩子还显化当年 他是那位金刚上司的形象 给夫妻这对夫妻看见了 也印证师尊的话 度他们的夫妻重新在皈依修行之门 八岁的儿子也现金刚上司的装扮 坐在红莲花之上 让他们看见了 所以这个高师兄现在是高师兄 他在半岁半醒中看到八岁的儿子 变成了昔日的金刚上司 他们上一世所发愿要供养他的样子 然后坐在红莲花就往生了 哇这实在是有够准 所以四尊讲了之后 这高师兄就把这个感应又跟师尊报告了 那师尊讲说为什么他自己 高师兄的看为什么可以看见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师尊说这也是很难解释的 原本是这个因果 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无形无相 这是原经秒难读 原来也不是精神 也不是物质 这个是师尊用文字上 连我都很难解释的 但是师尊讲修行的大成就 就是在释迦摩尼佛的两句话里面 一个是心经变缘 那一个是韩国十方 这个也是正物宇宙十方的那个境界里面 能够跟宇宙大地 宇宙十方上下合一的圣者 他自然知道这些因果了 他马上能够就像照镜子一样 马上就知道影子是什么 我们是照不到 只能用文字来叙述跟大家报告 所以是何处皆是可守可放的 出现神算的境界 出现看见的境界 全部都是感应道交 好 所谓战后定吉凶 后是等后的后 战补的战 战后定吉凶 是急的还是不好的 战后定吉凶 后这个后就是功夫 就是法力 就是境界 就是修炼 就是机缘 高师兄的看见 建立在机缘之上 所以感应连连了 而师尊的感应 更是心经变远 是功夫到了极致 这个我只能把文章念给大家听了 反正我们大家相信我们师尊 你看千处祈求千出现的观世音菩萨 我们在刚刚在唱波罗浮屠的处理 当你的心感动了 法流下降了 谁说师尊只有在西雅图 你只能用心跟师尊的心 互相的回应 想念师尊的心 互相回应的时候 才能够感应到道交 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读书会 今天我的脸书 对不对 也有贴了一个文章 这个是有弟子问师尊 如何能够常常跟你 深深深深深在一起的 对不对 这个等一下 然后师尊讲 你要修到跟师尊相应 对不对 如何把持在未来世中 不忘师尊之缘永远相依 如何跟莲花童子永远在一起 有没有 今天的贴文 师尊讲 你只要上师相应法 相应的就可以了 经常要把师尊观想注定 经常念莲花童子心咒 那之前不是有告诉大家要尽兴吗 对不对 哇 那你这个最近 昨天又这个念到师尊讲的嘛 烦恼就是菩提 就是你要去超越烦恼 你要尽兴根本传承 你常常观想师尊 莲花童子进到你的心轮 坐在你的心轮 莲花之上 与莲花童子合一相应 那么深深深深 你就跟莲花童子有缘了 在未来是你都跟莲花童子有缘了 这个是在今年6月14号 师尊在彩虹雷杖寺的开始 对不对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重点 可以看我们今天脸书的贴文 所以师尊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磁波 可是你要对准频道 对不对 这个手机 这个手机这个遥控器 你要对准频道 你按这边没有 按那边没有 可是按这边才会有冰灶 对不对 师尊的光网 师尊的波 已经片满了 整个宇宙 可是我们弟子要跟师父对准频道 才会感应到交 我只能这样子解释了 大致的意思跟大家解释了 但是师尊是无比的尊贵跟殊胜 我们赞叹之余 也忏悔之业障 希望有一天真的是能够跟师尊一样的殊胜了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今天的文章了 日教俊的功课 还有以兴感应每个人或多或少 可是有些不必要说的 重点还是在修行 好 蛋蛋丢 我们都是莲花童子 东汉 YS YEN DAN JUST GONE MING YANG LIN 好久不见了 曾经发 CHULIA CHAN SKY MIN 谢谢你们 因为事情的关系 赶快介绍下一篇文章 火供的布盘 火供就是什么 互摩火供 内互摩 还外互摩 内互摩是指我们的气脉名点 用的内火 外互摩 就是我们在做互摩火供的 供养一坛等于别人的500坛 因为他有做很大的观想 很大的利益 记得师尊曾经讲 他有一次到美国的supermarket 超级市场 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好像叫Sepway 师尊还没有到supermarket之前 在门口里很多部 门自动打开有关 自动打开有关 为什么 师尊旁边有很多护法跟着进去 修一坛护摩 多了500坛护法 很多护法一直拥护 所以那个护摩法 这个是给我们随身拥护的 何况是我们师尊 他每次美坛的修法都非常注重口诀 跟要诀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 火供 火供的布团要注意些什么呢 农历7月15号 我会在慈航雷葬寺 对不对 宇正宏那天 你们那个堂主 慈航雷葬寺的堂主也在问 上司护摩要准备什么 现在这篇文章就要告诉你 护摩要准备什么了 那在一开始 师尊讲修行有升起次第 有圆满次第 对不对 你要刚开始的基础 等于是你整个修行的基础 你要忏悔 就像盖房子 你要增加地基 对不对 盖地基要有稳固 要上钢筋骨架 要往下挖 往下榨根 对不对 这个都是属于升起次第 对不对 大礼拜 大公养 四皈依 四家经 有外法 这些都要相应 那圆满次第 就慢慢依照这个气脉 气脉 还有这个 无上力大圆满第一异地的佛性的修行 所以他有分这个 那佛法有方便跟智慧 你说我学佛 只有学佛性 但是呢 自己生病 家里的人有生病的 有这个 想要这个经济工作的 想要人事敬爱的 这个你都没有办法 这个也不行 所以这个是方便 方便帮助众生 解决经济问题 解决身体的问题 解决人事的问题 比较入世方面的 这是属于方便法 对不对 那还有智慧的 有两个 一个是智慧 一个是方便 所以方便比较入世的 可以应用到人事间的 智慧的话 就是第一地 就是圆满次第 让你得到了你所要的 然后你在根据这个 开悟的 了悟的佛的境界 再继续去实践了 所以有方便的方法 有智慧的方法 两个都是要病重的 是正在讲的这样 所以事实上 方便里面也有智慧 是不是方便法里面 就没有智慧呢 或你求习灾治病 就没有智慧呢 其实也不是 你还要是明白菩提心 明白佛的愿力 明白三轮体空 这当中有很多的智慧 所以方便里面有智慧 智慧里面难道没有方便吗 当你能够与宇宙大星都一样的时候 你用宇宙大星的力量 再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 所以方便跟智慧 互相是互相融合的 不是我只修方便 我只修智慧 两个是翅膀 都是要 不然你只有一个翅膀 你单背 背得歪歪的都对 所以你看师尊就是师尊 他也不会一直告诉你们 你们要参查 你们要学佛性 其他呢 工作不用管 身体不用管 家里人怎么样不用管 师尊还不是为大家问世 还不是回信中心 一直解答大家的问题 这个就是方便跟智慧 两个一起运用 对不对 师尊用他开悟的正量 一直在加持大家 一直在解决大家的问题 等到大家明白佛法是这样的 然后鼓励大家 再超越这个入世法到出世法 更进一步修行 所以这两个是互相要相辅相成的 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 师尊写道 事实上方便里面有智慧 智慧里面还是有这个方便 这两者之间都一定要修的 不能执着 这个不修方便 只修智慧 也不能只执着 只修智慧而没有方便 所以师尊的佛法是圆融的 对不对 我们真佛中 他还包含包容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不知道有没有挂挂教 对不对 别的教派 拜佛教就是偶像 崇拜偶像 就排斥人家 人家的教派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真佛中 我们佛教都是圆融的 对不对 那师尊还在多次的开师 都还有讲到耶稣基督的 在西雅图雷达斯的庙 还有什么 印度的三大神 有布拉玛 有西瓦 有威士努 对不对 有西印度的三大神 有大凡天王 有破坏神 有创造神 对不对 我们秘教里面的 还有Ganesha 就是相头才神 那也是属于印度教的 萨拉斯瓦迪 萨拉斯瓦迪是谁 妙一天女 萨拉斯米是谁 吉祥天女 印度教信奉的 我们密教也有 我们的西雅图雷达斯 还有耶稣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佛法是很圆融的 不会说偏于哪一个 也不会认为只有自己好 因为只有人在分别 人在分别 神是没有分别 搞不好 他们的佛 跟他们的天主 在下棋喝酒 喝水 喝茶 喝甘露 不过天上的 就算有酒 也是鲜酒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哪里知道神仙的境界 但是师尊讲 我们在修福 修火供是很好的 各位同门 有修过护魔法的请举手 如果你没有修过护魔法 至少四加行应该会有 那每一位弟子 你们修法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安利坛成 有没有设定自己的坛成 在长风聚气的地方 你看我后面都对 哇都是墙壁 长风聚气 不会上面那个坛成 下面开个门 让他气漏了 后面有窗户 那也不行 要在长风聚气的地方 要安利坛成 关于坛成的安利 你可以看 湖冰别有天 师尊有介绍 这个是目前我的书房 我记得坛成是在楼上 坛成面对的 坐落的地方 是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就是可以接水城 这个是师尊开始讲的 好 师尊讲修福的方面 那就是像做火供 师尊讲到做火供 有这个习灾 像治病的也是嘛 对不对 那个除烦恼的 除业障的 习灾的 有争议的 比如说这个发财 找工作 那个茶茶有同门解药 老板做的要死 老板都不加薪水 修了这个 老板说不定看到你很开心 会给你加薪水的 对不对 有争议的 敬爱的 这个贵人 或者老板很喜欢你的 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降伏的 降伏是降伏什么 自己的贪神吃 好 习真怀猪其实都有 那这些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师尊讲到你在修护魔的时候 习灾法要 习灾是代表白色的 白色的你要多准备这个乳海供养 白色的乳品 白色的牛奶像牛奶一样都对 乳海供养 乳就是牛乳的乳 海洋的海 白色的乳海供养 那可以讲是白色又是习灾的属于水 好像是沐浴洗涤 用乳海牛奶多一点 求得本身跟本尊相应 白色的贡品要多一点 哇 那红色的当然就是敬爱的 要装什么 要红色的花 供 红色的花 供花要多一点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敬爱的坛成 像咕噜古列 我现在戴这个什么 哇 这是爱染冥王的火牌 这个是爱染冥王 对不对 我这个是红色的项链 还有另外今天还多戴一条 因为今天做了一个 就做了一条项链 这个是防疫粉 六到六味防疫粉 放在这个罐子里面 我放黄色的罐子 要配合自己的所祈愿的 红色的就是红色的花要多一点 如果你修爱染冥王法 甚至要准备什么 要谈香粉 还要准备108根 红莲花的花蕊 红莲花的花蕊 在马来西亚的印度庙前面很多 马来西亚的 东南亚的应该也是会有的 如果真意法的话 既然是什么东西很多 大家当然知道是黄色的供品 可是时珍讲水果要多一点 这个没听过的 供养 因为无果子要准备无果子 黄豆还有无果子要多一点 争议的坦承 那这个黄豆也要多一点 因为是属于黄豆 是属于争议的 黄色的供品 那祥福呢 像如果是供养大威德金刚 那酒跟肉要多一点 另外一个祥福坦 就是要远离所有的厄运 跟祥福怨敌 我觉得怨敌 要给人家祥福 实在是搞不好 你是钱是欠他的 不如降伏自己的烦恼 对不对 远离厄运 那降伏自己的博职 跟降伏自己的贪嗔痴 但是师尊讲 修降伍法 要准备有真的 有真的树叶 有真的树要多一点 有次的花 有次的花是玫瑰花 对不对 然后有真的树叶 比如说松树 是不是 有次的树叶 要多一点 不过降伏法 我是觉得 不要去降伏别人 应该是先去降伏自己的贪嗔痴 供养父法 要多一些酒跟肉 所以每一个属性都是不一样的 还有做护魔痰 降伏痰要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这个肩不要对自己 要对外面 敬爱的是半圆形的 对不对 圆形的是习摘的 方形的是真义的 所以颜色跟护魔坦的 护魔的颅口也会不一样 所以师尊讲修法的分别是有不同的 师尊讲说你这样子长期修了 长期这样子修供养 做护魔 资粮具足 修圆满次第 也会比较快 对不对 你修升起次第的时候 你一直在供养佛菩萨护法 一直在供养 我们中国中有个供养咒物 宵夜速速正不提 供养就是舍 那修一盘供养的多五百个 师尊讲说 他自己本身是多五百尊的护法 那何况是我们 对不对 我们多少也会多一些 多一些福分 那这个师尊讲修圆满次第 比较容易成就 资粮不具足方便 方便你不够 身体次第不够 圆满次第你不能修 所以这个 你资粮具足了 你修接下来的这些方法 法你就比较容易了 那下面还有最后一度 他讲密教里面有一个说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你假如不是七世 1234567的七 假如你不是七世 世界的世 假如你不是七世善人 很难修圆满次第 你就是在这种基础的 释迦行 萨斯相应 外法里面而已 你只能修到这种成就 除非你已经是七世善人了 你这一世已经是第七世 第八世 你前面七世你已经修了很多 你这一世修圆满次第 比较容易成就 所以密教里面有一个说法 你假如不是七世的善人 很难在圆满次第里面得到成就 所以要先方便 你先修福再修智慧 或者二者一起 两个福慧一起双修 那世尊讲什么叫七世善人 他的相貌一定要很短正 他的眼睛一定要很漂亮 身体的味道不能够太臭 不能太多糊臭 口臭 世尊讲说有弟子去找世尊问世 你必须是尊 嘴巴都噗 放出很多黑气 你世尊要避气 对不对 其实这个弟子要去问世的时候 麻烦准备漱口水 漱口 包括要问世 之前最好洗澡或者洗脚 洗身体的味道 喷泻 但是也不要喷 香水太浓 也是很呛的 要注意理解 但是七世的善人 已经修行七世的善人 这一世是第八世的 身体会有香味的 诗人讲有人的身体的气味不是很好 那一定不是善的 所以七世的善人 他身上会有光 这个光是只有师尊看得出来 不是你赤很肥 然后脸亮亮有光 反光不是 是无形的气 气脉的光 已经修很多事的福分了 到了第七世 有缘在修这个智慧 圆满次第 那就很容易成就了 就能够有福慧双修 所以师尊鼓励大家修护魔 就是你息灾 真意敬爱 还有享福自己的贪嗔痴 这个护魔修了之后 就是等于一直加快你修行成就的意思了 是这最后两段讲 所以要七世的善人 已经过七世的修行 你修这个福 然后到第八世的时候就修圆满次第 前面七世 那个修习灾 那个习惧自己的灾难 累劫累劫的业障 累劫累劫的冤金债主 累劫累劫的病业都把它修掉了 哇要花七世 第八世才能修到圆满次第 实在是举例这样子讲 有一个过程 那很快的呢 你这样子 七世的善人呢 如果能够这样子修 修好的话 这是第八世 修圆满次第 会比较容易成就了 没有这个福 要修会也很难 你碰不到 也没有师父传给你 所以各位弟子 各位同盟 我们今天有这个福 福分能够归一师尊 对不对 这个就是 我们要归一师尊之前 就是我们过去是造了某种的福分 这一世才能够归一到师尊 好 所以没有这个福 要修会就很难了 你碰不到 也没有师父传法给你 碰不到这种善缘 所以身体还是会有恶臭相貌 也不庄严 最后两行 人家说眼睛要有智慧 什么是七世善人 师尊就讲 第一个他眼睛要有智慧 相貌也要很庄严 身体发出来的味道是也要很好 身上还要有光彩 很多种象征才是七世的善人 不过呢 人家想说啊 那我完了吗 我端然没有 有的弟子也可能会这样子 不管 你这一世就是修供养法 修四家行 四家行好好的修 上师相应好好的修 外法好好的修 也是在真福真慧 一样是会成就 那这边是讲到说在护魔里面 你是修什么护魔 那你就要注意要供养什么了 好 这个就是今天要报告的两篇文章 希望大家能听得懂 好 这个是谁 参加马蜜种 修个的护魔有两次没有经验会手忙脚乱 很紧张 护魔有次第 要很小心慢慢的观想 又要截手印又要顾这个火又要观想 不过这个慢工出细火 如果你们没办法修护魔 其实也可以修什么 修烟供也可以 哇 这个谁礼拜一要上班 Skyming 各位师兄师姐 也记得多多参加 深圳在西雅图 每个礼拜六直播开示 礼拜 采吻那样式的大法会 都没养的时间 礼拜天早上十一点 星期一早上六点 我都有看 欢迎参加直播 马来西亚有护魔乳的专修班 再来是甘宝利 十多年前自修护魔 因为烟王窗外散 影响邻居 所以只好停 如果没办法修护魔 你就修烟供 烟供也是小型的护魔 烟供你其实修得很专精的时候 它的加持力也是很殊胜的 再来是谁 阿瑞瑶俊 帮我们整理护魔法 阿瑞在供牛奶乳酪 竟然是供红色的红色的花 爱染冥亡是供养红色的莲花蕊 真意供黄色供品 相互是供有刺的树叶 再来是安国会效命 上市为止修四家刑法 还从来没有修过护魔 希望有机会能够修 明亚利供养护魔等同西藏会供 已经修护魔好复杂 其实很简单 刚开始学东西稍微要有耐心 你习惯了其实跟四家刑法也是差不多 只是你在丢护魔供品的时候 如何观想 还有主要的手印就好了 不是每个手印都要逼 其实不会那么复杂 明亚利亚 下次要去新光三月专柜 买个百合香水 给他大喷护魔炉 其实甚至你修旧瘟疫肚母 你也可以供养肚母香水 供养肚母 因为肚母、天女、佛母 可以供养他们香水 或者装饰品 有空来上课 慧君上升全身都是宝 严秀 去Costco买个超大营业用的 凌凤银仙乳 给他下护魔炉 如果你要修护魔的时候 然后供养乳 供养牛奶是在护魔乳的东西南北四方 代表供养四大天王 Lisa Jane 甘丰利火自身法 慧祖尊三合一 这个是亮寡莲花 辛丘令 还有这个是 H1 还有看到猛烈的护魔火和月木 观想火消除自身的业力 所以那个想要习灾治病的话 这个修护魔是很好的 乙心这个要很久很久的思考 方便跟智慧 很难很难决定 你还是真的要用的时候看自己 想要快速的成就 护魔是真的是可以增长福分 快速的消除业障的 清博注释是福分 敬师贡养根因分 诚心修法做本分 弘扬佛法持振分 日修俊 修行先从圣离辞立 然后圆满辞立 明亚历一千法味都买红酒奶酒 清清苹果 哈密瓜 凤梨 这些宝贝 很多宝贝入户魔爐 还有这个 好多留言 甘露海 伟大师尊无所不在 那么华光自在佛 以心活供不是 要修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做吗 当然你刚皈依的时候不行 你私家行 也要修到一个程度 对不对 或者你这个火供就是用四家行来修 也可以修金刚萨多的火供 或者莲花筒子的火供就可以了 不用修的太复杂了 好 还有这个 孝明 是师尊无处不在 无处不有 我们做弟子的 要把师尊顶在头上 时刻刻想念师尊 师尊随时在保护弟子 好 这个 今天很多人留言 拉不上来了 你们的留言 已经拉不下来了 好 赶紧每个人或多或少 不用说 好 谢谢大家 因为有的留言 拉不上了 同等的欢迎你们 好 时间差不多了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 一起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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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刚看到师庭 师庭师姐念一开始就来了 也要问候你 今天介绍两篇文章 感应连连 这个弟子他的孩子为什么知道 活了八岁就往生 原来这一个弟子 这对父母过去是曾经想要 发愿供养一位金刚上师 可是忘记了八年 所以这一世的姻缘 转世成孩子就满了这个愿 还是有前世的因果 哇 关于护魔伯光 喜灾的话牛奶 真意的话无果子 或者黄豆黄色的供品 敬爱的话多一些花 红色的供品红色的花 爱然冥王可以加上红色的红莲花蕊 是红莲花蕊 降伏的话 降伏自己的执着贪成枝 要有针有刺的花像玫瑰花 有刺的叶子像松树 松叶松针就是有刺的 那都有它的意义 供养护法要多久 要多一些任务 那喜灾的话是圆形的 真意是方形的护魔炉 然后静爱是半圆形的 江湖是三角形的 如果你没办法修护魔 也可以修焉供 刚过一的时候 还是要按照四加形的方多多修 只是说在修法的时候 它的性质会不一样 所以有方便也有智慧 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人世间的 然后最后满了你的愿 还要继续往佛性 明白自信去超越 今天讲的稍微比较深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拜拜 我们谢谢师尊 我们给师尊祝你 艾斯德鲁 艾比 布林布林 今天星期五了 再放假两天 下礼拜一 年生活活文集网络 讀書会直播 我们空中再会 欢迎大家给我们按赞 转贴分享 拜拜 拜拜 阿们 阿们 阿们